大马路上车来车往 身穿白衣的这名男子 手里拿着一根杆子 上头装有360度临死角的 录影器材过马路 走过来但过没多久 他又走回去 不断来来回回过马路 像是在观察经过的车子 有没有礼让行人 被质疑是在录影搜证 为礼让自己的车 IP是行人制造陷阱 民众目击这个男子 短短十分钟内 竟然就走了六趟 依次刻意过马路 搜证检举会行得通吗 车子为离让行人 会被开拔六千元 虽然男子走在斑马线上 没违法 不过刻意过马路 捍卫行人路权 就怕只会让行人 和驾驶间的关系 更加对立 华新闻林佳颖林之淳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额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